就是我在考試進度方面的建議呢 其實也是都跟各位同學講說 其實因為現在二四合一嘛 那就變成是說 盡量不要讓各位同學的 這個你的國考呢 會變成是你第一次上考場 所以我其實還蠻建議各位同學 你在考成的安排上面 因為你可能是今年畢業 算九月畢業好了 我們九月畢業以後 那你其實在這段期間 到二月大概過年前左右吧 過年的前後 你在這段時間 其實你可以去準備一個 比較短程的研究所考試 然後呢 大概七八月的時候 你可以準備你的司法官的儀式 然後再來十月的話 這大概是每個畢業生必經的一個 必經的一個考試歷程啦 那有些同學呢 他們會認為說 法言對他來講不是重要的 所以他可能就跳過法言所的這一段 那一路呢 從九月然後念念念念念念然後八月 那這樣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這個中間的歷程是很長的 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將近一年的時間 如果你念的方式是 念書的方式是對的 那沒有問題 你大概醫師就可以順利的通過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個狀況 會不會是你念書的方法 根本就有問題 這件事情很殘忍啦 但是我覺得總比你 你面對他 總比你到了 你如果念書的方法 一路都有問題 你念了一年 浪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然後呢 去考了司法官的醫師 發現啊殘了 我的念書方法 根本就是有問題 那這樣子其實殘酷啊 而且其實也蠻浪費生命的 每年這樣子看學生看下來 我自己是還蠻慶幸的 就是說 就是我們上課的同學 每年來參加那個 那叫什麼慶功宴的學生 都還蠻多的 那其實這東西呢 就是你面對問題 總比無視他 然後到最後發現 你醫師發現慘了 我念書的狀況 其實是不太對的 唸書的東西都沒有進到腦袋裡面 那這樣子其實蠻浪費生命 你每年這樣子考 考到最後 你真的就會覺得說 你會開始 第一年沒上 第二年沒上 第三年 那你就開始懷疑你自己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在 這個 這個業界裡面 還是說 我根本就不適合念法律 那你會有越來越多 質疑自己的聲音啊 那舉我的例子來講 我都已經出來幾年了 我的同學還在考試 然後 那我同學還跟我想說 就是他希望他考上律師以後來找我實習 這好像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 以前是大學一起 一起上課的同學 現在你變成他的老師 甚至可能會變成他的老闆 就蠻奇怪的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覺得來上我的課的同學 我都希望各位同學 你每年呢 坐在底下聽我的課 你就當作是最後一次聽我的課 那之後呢 你又考上了 然後 蠻多學生考上律師 考上司法官 後來跟老師討論他 就是承辦的案件 然後說 老實我想聽聽看 你對於這個案件的想法 或者是他有什麼東西卡住了 我想要跟老師討論看看 我覺得這個都很OK 因為其實本來社會科學就是 大家可以及時廣益嘛 沒有一個案子就是 你拿進來 接進來以後 你就知道說法官會怎麼判 你只能大概按照你的經驗 去告訴你的客戶說 這個案件會朝著什麼樣的方向去發展 那也不是一定啊 對不對 因為今天訴訟的變因太多了 為什麼訴訟律師心臟要很大顆 就是說 你今天永遠都不會知道 這個法庭裡面會出現什麼狀況 這個狀況有可能會出現在 你自己的被告 你自己的當事人 有可能出現在 檢察官 也有可能出現在 法官 好 那我昨天就跟同學講說 我這輩子有一次 就是交互結論開一個庭 然後開一看以後 本來覺得這個證人我問得挺好的 然後問完以後交互結論是這樣啊 就是我們法庭不是長這樣子嗎 然後被告坐這邊 檢察官坐這邊 法官坐上面嗎 那時候我就問這些證人 那交互結論完有一個程序叫做法官的補充訊問 就是說今天身為當事人的被告跟檢察官 可以各自的傳喚對其有利的證人 那比如說對被告有利的就是被告的有性嘛 有性證人就是對他有利的證人 好 那就會由被告這邊進行主結 那如果是對檢察官有利的證人 就不會是由被告來主結 懂意思嗎 就是說誰的有性證人就是誰負責主結 那麼主結的問題呢 就會變成是要開放式的問題 那什麼是開放式的問題 應該之前有講過 開放式的問題就是 問題裡面必須沒有答案 就比如說你幾年幾月幾號下午三點 人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 就是他的答案不會是是或者是否 那如果是誘導式的問題就是說 請問你在幾年幾月幾號下午三點 是否有出現在古廷捷運站四號出口 附近的星巴克 那他的答案只能是有或者是沒有 那這樣就是一個誘導式的問題 那交互結問是出現是運作在當事人之間的一個對於證人的調查方法 那整個程序進行完之後呢 法官就會針對審判長呢 通常是審判長就會針對他認為說這個結問的過程當中 他認為有所不足的他可以直權的來問這個證人 但是這個程序叫做什麼 他並不是叫做結問 這個程序叫做補充訊問 那這東西呢就是一個灰色的地帶 因為我們說交互結問的相關的規定 166條1附近的話 他就是說就是他是限制當事人之間 主結要怎麼樣 反結要怎麼樣 所有的交互結問規則都是限制當事人 好 但是他有個漏洞 那今天如果是審判長為補充訊問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用交互結問的規則去依依他 可以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法官並不是當事人 好 刑事訴訟法第三條告訴你說 當事人是檢察官 製訴人以及被告 所以法官在整個訴訟程序裡面 在整個控訴制度 控訴制度就是這個三角形的關係 他並不是當事人 所以交互結問的相關規定 有沒有適用在法官的補充訊問裡面 沒有 因為法官不是當事人 所以他下來問證人的這個程序 並不是對職結問 很多同學會錯 好 那這個程序的進行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講說 訴訟有可能有很多的突襲的狀況 那我那個案子有上新聞的 去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 蠻大的一個案件 好 那在夜店發生的 然後呢 我們原本問了 覺得證人被我們挑戰的挺好的 然後呢 甚至審判長也補充的去問說 就是針對律師這邊問的問題 再下去細問 欸 蠻有機會的 結果突然間誰醒過來了 裴夕法官醒過來了 裴夕法官醒過來了 裴夕法官醒過來以後很猛喔 他手上沒有卷 因為審判長跟受命嘛 那卷一定都是放在 因為判決是受命法官在寫 所以通常卷都是放在 就是受命跟審判長的中間 這個裴夕呢 是一個很有名的法官 可是我們都疏忽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覺得裴夕可能就是 他就是多數決的第三個人 為什麼不是只有受命法官跟審判長呢 因為如果兩個人意見不同 就會沒有結論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們要有三個人 他們去綜合評議之後 去下這個判決 但是其實 說是這樣子啦 說是三個人去進行評議 其實大部分都會尊重 受命法官的意見 那受命法官有時候會 遵循審判長 因為審判長比較資深嘛 他們會討論一下 原則我們就是說 三個人去進行評議 才會有多數決 結果這個裴夕呢 他突然間醒過來了 他可不可以為補充訊問 可以 因為這個合議題 只要是法官 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只是通常是由宿中間的審判長來做 結果呢 這個案子就變成裴夕法官 突然間撿到槍狂問 然後呢 把我們就是 我們在交互結問的過程是這樣 就是我們可能會去 我們當然不會去講假話 可是我們會把對我們不利的隱藏起來 又或者是說 把一個過程把它模糊化 因為罪以為親嘛 就是說 那我們可以把問到說 這個人記憶不清啊 或者是說 你也沒有辦法確定的時候 那在這種混沌不決的狀態之下呢 只能對被告做有利的認定 所以我們那時候把那個過程呢 把它模糊化 因為就是在那個夜店裡面嘛 然後有的那些人很多啊 然後 所以其實監視器畫面 也沒有辦法拍到 就是說 實際上動手的是哪些人 那當然有一些目擊者 那我們最後就是打成說 就是目擊者 其實跟這群人也不是認識 所以他當他指認說 是誰打的時候 在那個空間裡面 會會暗暗的 其實他也沒有辦法確定 那狀況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就只要模糊化 讓法官判不下去而已 就是 判不下去對我們就有利啊 因為是罪以為親嘛 所以那裴琪就醒過來 狂問 把這個人問爆 然後呢 我們全部在場律師 他後來問到最後呢 所有這邊一排律師 全部傻眼 然後於是一審就被中判 所以呢 這個案子就告訴我們 訴訟上的便因很多 千萬不要輕忽裴琪法官 因為他有可能會突然間醒過來 其實我也都沒有遇過 就是這個案子很特別 就是整個裴琪法官 哇 你沒有倦念可以問成這樣 覺得 那時候默默的心裡還佩服了一下 所以其實訴訟上的便因真的很多啦 就是說 你要能夠去應付更很多的狀況 好 那回過頭來呢 其實我昨天 因為昨天有蠻多同學 因為第一堂課 正規班的第一堂課 他們就雄心壯志 比如說我一天要念十個小時啊 然後那個在職的學生也跟我講說 老師我想要就是每年都會有這種學生 每年都會有說 老師我現在覺得就是突然間上完你的課 我覺得體乎灌定 然後覺得說欸法律好有趣喔 所以我決定呢 就是以星巴族為目標啊 他就說就是想要就是拼一年 然後努力的拼上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中午就不要睡覺 然後就是簡單的吃個seven啊 然後就趕快就是午休大家同事都在睡覺的時候 他趕快去念一兩個小時的書 這種事情啊 就是你大概只能維持頂多兩個禮拜吧 好因為念書計畫這件事情 念書這件事情你自己去看 他其實是長久的 我們這樣輕描淡寫9月2月8月10月 輕描淡寫寫過去 可是你每一天你都會過得很煎熬 而且那個煎熬的成分呢 會越往這邊 他會一個越來越大的一個趨勢 OK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我還蠻建議各位同學 在二月的時候放自己一個假 好因為二月的時候過年嘛 過年不要念書啊 就是每天吃啊 玩啊 就是小賭一下 我覺得都沒關係 過年大家都在過節 然後呢 因為念書也是很心酸 好那這樣 你要怎麼樣能夠做到這樣呢 你在二月的時候 你去報法研所的考試 好那你要不要真的去念 我覺得這是一件事情 因為就我所知 會有蠻多男同學會面臨到兵役的問題 好這就是一個先天的男女不平等啊 就是大四畢業的男生 如果你沒有研究所 你很快就會收到兵役 這個是沒有辦法 除非你免疫嘛對不對 好 不過現在當兵好像也不會當那麼久 可是你可以接續著 就是以大學畢業生來講 你可以接續著學校的課業 繼續準備考試 對你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距離學校不會太遠 這個很中肯 因為我帶過蠻多學生 就是去當兵工作兩三年 然後突然間覺得說 還是應該回來準備了考試 那他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坎 就是他在學校學的東西 可能跟我們現在教的東西 已經不一樣了 好 那所以如果你是應屆的 我其實很建議各位同學 用這種方式去準備考試 那你不管你是考民法組還是刑法 後來上刑訴的一定是會要考刑法組嘛 那刑法組的話 你要考的科目就是刑法 刑訴 然後台大會考民法 然後北大會考憲法 科目不多 刑法組的科目不多 這也是為什麼刑法組很多人考的原因 好 那 因為科目就是這樣 當然還有什麼英文啊 法學英文什麼之類 那個就不算 那至少啊 你在二月之前把這四顆準備起來 會比起你在這一年內 你要準備十來顆 十六顆吧 還幾顆 來得輕鬆一點 好 所以你呢 你看九、十、十一、十二、一、二 大概半年的時間 半年準備四顆還好吧 好 所以你的讀書計劃呢 你就這樣子排 就是九月到二月之間呢 你的目標就是要把這四顆念完 好 那念完像這種明法、憲法 你就不要有個僥倖的心態說 好 我心想要做明法不用好 好 就是這樣子呢 你會給自己一些理由 好 也就是說今天你在二月之前 就把這四顆準備 整個架構都準備起來了 好 你這邊二月開始 就是就是過完年的時候 你就休息了一下 好 然後過年盡量的去玩啊 吃啊 然後就是過完年 好 你就幫他自己定了開工日 好 就是開工 然後呢 就是從二月開始到八月 欸差不多又是半年 那這半年你就把剩下的這些科目 把它準備起來 那這些你已經唸過的科目呢 你就在這邊你就要吃老本 那你的老本要顧好 然後呢 再補充一些新的學說 更新的食物見解 那你才有可能唸得完 否則你一開始呢 就是以一年為目標 要唸史萊克 前面會很有力啊 然後到後面你就越來越難 然後到了八月的時候 就會那個焦慮的感覺 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你就會再想說 欸奇怪怎麼同學都有唸到 我都沒有唸到 我自己就是這樣子安排 就是說把自己的讀書計畫 去做一個切割 完全不會衝突 所以有些人說 我今年考法研所 明年再考國考 你都已經準備了 你幹嘛要再浪費一年呢 所以準備考試啊 就一鼓作氣啊 就是一鼓作氣呢 就是你撐完你考上了 你不去受訓也沒關係啊 你考上研究所 考上律師考上司法官 你就放著嘛 然後呢你看你是想要去體驗人生 想要出國交換 我之前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考上我沒有馬上去實習什麼 沒有馬上去受訓 我就出國去德國交換一年再回來 那這樣也很好啊 因為你其實你工作之後 我現在就很想再出國 就是long stay 但是我已經沒有這個命了 因為每天被案子壓著跑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啦 因為在你這個時間點啊 你有能力可以出國去看看 其實挺好的 不過也是因為那個時候有機會去德國走一趟啦 那才會有機會去知道說 德國那邊的行事訴訟是長死的樣子啊 所以這個念書的進度啊 你自己要調配好 然後呢讓你自己不要說 你自己要找好 就是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那一定會有在職準備考試的人 也一定會有全職準備的同學 那全職準備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基本上裡面有經濟壓力嘛 就是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考試考好 把書念好 那你的生活會相對單純 但是就是說你心理壓力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就說奇怪怎麼都沒有存到錢 當然如果你經濟無餘 就是我覺得沒關係 那就是說 全職準備考試你的生活圈會變得比較狭窄一點 這很重要 因為你自己的心理素質 就是你要懂得調整 因為有些同學 像我以前就是念書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我要搞自閉啊 就是每天到同一個位置上面 然後我會把我自己關起來 然後一直念書一直念書 可是久了以後我發現這個心態不是很健康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是全職準備 而且你又是一個人準備考試 你沒有參加什麼讀書小組啊 讀書會什麼的 那你自己要找到一個 排解身心壓力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上禮拜有接到一個同學私訊我 然後他已經面臨到情緒崩潰邊緣了 蠻危險的 所以這個東西 來就來得及 老師就會幫你 可是 總不可能 因為你私訊粉絲頁我又不會第一時間看到 我每次有空的時候才會點開臉書嘛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阿萬一來不及怎麼辦 因為那個時間就是 可能學生最後一秒 求救是把這個訊息發給你 我還遇過 學生要把遺書放在我這邊 傻眼 真的真心傻眼 然後我就說 阿你都沒有委任 你就想把遺書放在我這邊 好 這個 這個也是蠻神奇的 然後後來就我得知他也不是我的學生 然後 但是他就傳了一封很可怕的E-mail 然後 就傳給我 然後就說 老師我就是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我希望把遺書 他就附檔附在E-mail裡面 然後就說 這個遺書希望你在收到這封信的時候 可以告訴我的家人 那不就還好 他一記過來我下一秒就看到 那是剛好喔